Hello 各位小朋友们 我是马同学 不知道最近热播的千古绝尘 大家看了没有啊 这部剧呢 是由周冬宇徐凯主演的 腾讯S加级别的项目 三级影后演电视剧 又是仙侠IP大制作 一播出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但是这第一集 一出我那个吐槽声 可是铺天盖地啊 有说周冬宇丑的 不适合当仙侠女主的 有说周冬宇全程出戏 和谁比都像个丫鬟 有说周冬宇像男主女儿 没有CP感的 这影后下凡拍电视剧 翻车也不是个例了 但是周冬宇是为什么呢 擅长挑选角色的周冬宇 为什么在千古绝尘里翻车了呢 千古绝尘讲述的是 混沌主神的成长 和白绝的情感纠葛 天地分神仙魔三界 甚至都没有人界 周冬宇饰演的 就是这四大真神之手的大女主 来看一看这段原著中 关于女主的气质描写 关键词尊贵典雅 再来看看周冬宇的诠释 声声把神仙修炼成了女高中生日常 还美其名月 有人去 真像话嘞 从最肤浅的长相来看 传统的献霞剧的女主是什么样的呢 从当年的花青谷 到三生三世系列 主演从赵丽颖到杨幂 到迪丽热八 虽然长相各有特色 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 符合大著审美的小花长相 五官大而精致 而周冬宇呢 赶紧说说吧 不属于传统型的美人 和她的戏路一样 都剑走偏锋 观众会先入为主的觉得 这是古装剧里的配角脸 加上身板小而单薄 所以同样入镜 观众就会觉得 明明是女配的张嘉妮 看上去更像是女主 哦 是这样啊 再从角色的设定上来看 类似千古绝尘这样的仙侠剧 按照原著 女主是妥妥的事业挂大女主啊 但是在电视剧里 前期女主神脉觉醒靠的是男主 杜雷杰靠的是男主 一身本师也是男主教的 这就和观众对于 大女主的独立人设 期待不一致 仙侠剧女主的性格 无论是古灵精怪 还是温柔善良 内核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纯啊 至纯至真 那是最最最最基本的标配 但是来看看周东女在剧里的样子 比如这一段 总有种小人物才有的 市井烟火器 它属于演员的个人特质太明显了 和仙侠剧的气势就格格不入 再说一说情感线 仙侠剧一般主推的是虐恋 恨不得谈恋爱 谈三生三世 每一事都爱得死去活来 男女主无论是拯救苍生的神 还是想着毁灭苍生的魔 那主线必然是谈恋爱 千古绝尘里边 糖果色的浮化道 一切为了恋爱而铺设的剧情 傻白甜的女主人设 这一切和周冬宇就两个字 不搭 那到底为什么不搭呢 那和周冬宇搭的角色 又是什么样的呢 很明显 就是获奖的那几部电影里的角色 清一色呀 都是倔强 果断 独立的女性形象 周冬宇还一度被称为 最会选角色的女演员 就像这段采访啊 当年还被很多人夸是人间清醒 真像 但是周冬宇也不是从一开始 就会挑角色的 而是经历了一番升级的 周冬宇当年 以山楂树之恋 当中的这个单纯善良的 静秋一角出道 打的标签是 清纯 温柔 善良 当年的周冬宇也按照这样的戏录 接了不少的戏 比如电影《公所沉香》 和《同桌的女》 是属于非常典型的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角色 周冬宇戏录选择的转折点 是2015年的《新花入放》 周冬宇饰演了一个 非主流城乡结合部少女 周立娟 所以2015年之后 我们能看到周冬宇的转型 逐渐的从娇柔若美的形象 到叛逆独立果敢 比如选择饰演 《七月安生》里边的安生 以及《少年的里》里边的陈念 这样的角色是独立的 非典型的 能够与男性形象 展开足够有力的冲突或对抗 摆脱了女性角色一贯的 附庸属性 摆脱了男性审美的凝视 升级为 与女性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从全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的女神 下沉到真实而复杂的新女性形象 这是周冬宇式的成功 与真正在荧幕前的年轻观众们 产生连结 他饰演的女性角色 往往有感情就宣泄 有梦想就去追求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完美适配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情感需求 做自己 这本来是周冬宇的电影荧幕形象 所致力表达的态度 也是我们能够感知 他角色魅力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千古绝尘》里 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这一点 其实从周冬宇确定出演 仙侠剧《千古绝尘》的消息一出 质疑的声音就一直没断过 说他只适合演固定的角色 与仙侠剧的这个气质不匹配 说他长相寡淡 称不起造型 诸如此类 但是这个巨口碑的崩寒 真的只是因为周冬宇不适合吗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仙侠剧女主呢 是单纯善良 还是活泼可爱呢 是倾国倾城 还是仙气逼人呢 可以想到的是 无论如何 他都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不依附他人 敢作敢当 果决勇敢 面对在电影当中 表演如此具有灵气的周冬宇 我们更是有着天然的期待 但这次很明显 观众失望 挑好剧本 挑好角色 你不适合演少白甜 周冬宇 你亲自一点